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姜维平 今天是8月9日 那么这一两天 我比较匆忙 因为8月7日啊 我从美国的西雅图啊 这个回到了这个多伦多 那么在这之前呢 8月6日啊 有自己驾车呢 从西雅图到温哥华 接受了万维网的一个人物专访 那么刚才啊 我自己收看了一遍 万维啊 发表这个视频节目 那么首先感谢啊 万维网的这个采编人员啊 那么这期节目啊 做得比较好 人家呢 毕竟是这个专业人士 不管从内容啊 还到形式 都非常的讲究啊 和我们自己搞这个 这个自媒体啊 根本不是一个不可同志而语啊 这个 但是呢自媒体最大的好处啊 就是能够不经过啊 中间的层次啊 及时的把这个 我的一些想法啊 告诉这个广大的观众 广大的读者 那么今天呢 是8月9日 刚才呢 收看了 郭文贵先生啊 发表的一个 报平安的视频 那么这个录制啊 是在一个豪华的这样游艇上 与过去不同啊 他这次展示这个游艇啊 这个是内部的一种 这个结构啊 内部的一个场面 既显得非常华贵啊 这个视野又比较这个辽阔啊 那么也可以看出 郭文贵先生 现在目前情况下啊 这个的物质基础啊 经济基础还是很棒的 那么他首先呢 他对今天发生在四川的啊 九寨沟这个地震啊 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我觉得郭文贵先生啊 这种心情啊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我也很关切 这次这个新闻 那么郭文贵先生啊 借着这次这个四川的地震 那么呢 再次谈到了什么呢 谈到了中国这个捐款啊 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最主要的问题啊 我觉得还是老百姓啊 发生灾难之后 各地啊 包括海内外啊 都会有一些善意人士啊 良心人士啊 这个积极的捐款 那么这些钱呢 原本是准备 用在这些受难的啊 这样的人们身上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啊 由于官员这个 得到这个监督这个机制啊 并不具备 所以很容易啊 有些捐款呢 被挪用 被私囤 那么郭文贵先生呢 由于过去和这个当官的啊 这个交往的比较多 了解很多内幕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 他也讲到了这个 这个越文海等官员啊 呃 现在呢 到了这个民营啊 一个股份公司 在方正啊 呃 继续做这个领导 那么过去在这个体制内啊 并没有 这个真正的啊 为那些 呃 捐款 应当得到资助的啊 这样的人民福 那么虽然越文海过去啊 曾经啊 也是政府的一个高官 那么但是啊 据郭文贵先生披露啊 他本人 对这些扶贫啊 对这些救灾啊 并不出于真心 那么郭文贵 当然现在指责的 仅仅是几个人 实际上啊 这种情况在 中国这种 管理体制下啊 从地方到中央 各个层次 那么都会有一些官员 利用手中的权力啊 探慕受贵 甚至是这个 这个捐助给穷人啊 捐助给这些弱势群体 包括灾灾难啊 遇灾的一些人 人们的啊 这些款项 所以这些事情 郭文贵先生啊 回顾这些 很具有蛊惑性 也就是说呢 人们听到之后 会非常的这个愤怒 情绪非常的激动 特别是在现在啊 这个灾害发生 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把它归结为 天灾过后的人祸 这一点的确是 有这个证据的一面 但是同时啊 他也使一些人们 就是这个 从感情方面啊 就是不能够那么接受 那么呢 我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郭文贵先生啊 他在这个视频当中谈到 说当年地震的时候啊 温泉地震啊 他也曾经捐款 那么呢 但是呢 他没有具名 那么这就说 目前呢 没有这个证据 能够证明啊 当年他是捐款 那么呢 当然郭文贵先生啊 他的说辞是什么呢 是这个捐款呢 不需要报道 这也可以理解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啊 假如郭文贵先生 真的像他自己讲的那样 当年在文贵地震当中啊 他都已经泄了爱心 那么可以证明啊 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那么在这方面啊 我觉得呢 我自己是 包括我的家人啊 还是做到了 那么2006年啊 我从这个 大连里所监狱释放之后 我的太太那时候 和小孩啊 在多伦多 这个大批 生活比较这个 不容易 但是他们打工赚的钱啊 还是这个 呃 汇给了这个 一部分 拿出一部分 汇给了这个 四川的灾区 当然是捐给了 这个红十字汇 我到现在啊 前几天 我这个清理家务的时候 还看到了 这一副 这个收据 那么呢 我相信啊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特别是我们的海外的 华侨啊 在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 都会要慷慨的 这个解纳 那么呢 郭文贵先生啊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 也提到了啊 这个过去 呃 国家一关部门啊 在捐款的时候 想到华侨 但是在回国方面啊 却对我们这样的 异议人士啊 这个言论人士啊 采取了阻挡 这样种 丢难这种态度 的确是说不过去 那么当然 郭文贵先生啊 这个目前啊 今天谈论这个 四川灾区的这个重点 还是转移到了海航 我觉得呢 他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呢 海航啊 把这个几千亿啊 这个捐给了美国的 四航这样一个 这个基金会 给人的感觉啊 好像在些爱心啊 非常的慷慨解囊啊 但实际上 这个钱 就是是怎么样 一种内部的管理结构啊 目前啊 我们还是存疑 那么呢 郭文贵先生提出啊 说能不能 你这六千亿啊 拿出一部分 哪怕是六十万 你要留在国内 捐给这些四川的啊 类似九寨沟这样的 这个捐 捐给这样受难的人们啊 他去 我觉得呢 郭文贵先生讲的是非常对的 他还讲到了冠军 讲到了刘承杰等等啊 郭文贵先生 借题发挥啊 应该讲 今天讲的还是很有这个说服力 那么呢 我也觉得奇怪啊 既然国家 这个经济比较困难 特别是也发生了像四川啊 九寨沟这个世界 那么这六千个亿啊 哪怕你拿出六十个亿 六亿 六千万 你再溯水啊 应该留在自己的国家 那么呢 郭文贵先生啊 也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海航啊 这几年银行对他的支持 等等吧 那么呢 还讲到了呢 七零九律师的这个 这个遭遇啊 还讲到了泛雅 也讲到了自己的这个新闻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中央电视台这些官媒啊 操控在政府手里 既要报道啊 像四川这个灾区 当然要报道什么呢 报道一些社会新闻 不要呢 有选择性进行报道 更不要进行误导 这方面啊 我觉得郭文贵讲的是非常对的 那么呢 关于啊 这个台湾和香港啊 这一部分郭文贵先生视频所谈到的问题呢 我准备在下一个这个视频的系列节目当中啊 再来谈论 总之啊 郭文贵先生今天啊 通过这豪华的游艇上的这个 一个报平安 一个演讲啊 为他赢得了很多的这个观众 尽管郭文贵先生啊 这个本身 他自己目前的这种 爆料的目标啊 建制的目标 还是这个王岐山 继续加速 也就是说 整肃他啊 这个案件的一些支持者 带有这个个人啊 报复的色彩 但是我觉得他讲这些问题啊 已经涉及到我们国家的这种啊 对扶贫资金 对救灾款的管理的政治体制的问题 也就是官员的权力太大 用什么东西去治愈 这方面讲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现在啊 我就做到以上的评论 谢谢大家